作词 作曲 统策 作词 作曲 统策 作词 作曲 统策 作曲 统策 作词 统策 耕烟的声音 仿佛带我回到昨日的场景 提醒我也有过感动的肯定 流出我眼睛 芬芳的想你 堵落的流星 数落多少以为拥有的曾经 看破多少虚伪撒谎的眼睛 死心的回应 冰封我的感情 你散说的眼睛 我踏放的深情 化作痴痴 伤心 一会儿跟解释见面 不用考虑到我跟解释的关系 该怎么谈怎么谈 明白吗 我知道了 习总 回来 最近夜令有什么工作案 哦 是这样的 习总 本来我给老大接了一个国师级导演的作品 但是老大拒绝了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了 这对他有好处 但是老大专门交代过我 他说 你是艺人的经济人 不是助力 明白吗 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由着他性子来 而且国师级导演的片子 对他帮助有多端 你不是不知道 这很有可能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嗯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单独跟我谈这件事 是 习总 我会尽量安排的 不要尽量 我要的是肯定 是是是 我知道了 露露 老大 再次跟你声明一下 国师级导演的戏我拍不了 老大 可是刚刚习总说 让我们接下国师级导演的戏 我觉得吧 习总说得挺对的 你想啊 拍国师级导演的戏 是多少艺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 我们还是接下来吧 这段时间呢 我想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紧爱公益的广告上 其他工作 一力退掉 可是老大我 我 我到底该听谁的呀 露露 你是魅上的艺人经纪 一切都以公司的利益为准 嗯 露露 露露 你是我业恋的经纪人 一切要以我业恋的利益为准 我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 习总 老大 怎么办呢 下班了 我送你回去吧 简小姐 你之前给我的车费还没用完 上车吧 跟我走吧 我车的 有车 怎么着要洗包子 跑一圈 来啊 这 幼稚 妈 哎呀 主持人 电话 我哥哥都跟我说了 我哥哥他辜负了你 我替他向你道歉 傻孩子 这怎么能怪你呢 也许是我和你哥哥的缘分 真的走到尽头了吧 雅丽姐姐 你别这么说好吗 你这么说 晓晓心里会很难过的 而且我能感觉到 虽然我哥哥伤你那么深 可是你依然很爱他 是吗 雅丽姐姐 答应我 你一定不要放弃我哥哥 好吗 哥哥 你来了 晓晓今天气色不错啊 肚子饿我 还真有点 不过哥哥 我想出去吃饭 在病房里好闷 可是医生说 医生说 晓晓现在可以适当地出去 透透气了 那我们出去吧 太好了 姐姐回来了 站住 别过来 别说话 我们保持一定距离 才能在这个家和平相处 懂吗 姐姐 你摔跤了 好疼啊 姐姐 我疼啊 姐姐 我摔跤了 好疼啊 姐姐 黎妈 姐姐 姐姐 我疼啊 真是哪里没有办法 我看看 摔哪儿了 都红了 痛吗 姐姐还是喜欢玉琳的对吗 并没有 那就抱抱吧 玉琳她摔跤了 玉琳 来 乖 哥哥抱啊 姐姐手不太好 哇 你说你这么沉 姐姐能抱着动吗 是不是 她膝盖摔伤了 你给她抹点药吧 好 我先上去了 外面的饭菜 比医院的好吃多了 是吗 嗯 那哥哥以后 尽量带你出来吃 太好了 哥哥 雅琳姐 你们也吃啊 谢谢啊 雅琳不能吃虾 她吃虾过敏 我来给你剥啊 嗯 这次我们的楼盘啊 销售定下是新性的白领公寓 我们的广告啊 我们的广告啊 最重要送达的人群 就是都市里边的那些个红男绿女 我们是希望啊 能够抓住她们的情感需求 以此来告诫这些红男绿女们 与其纠缠在一桩 简不清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之中 你还不如买一套单身公寓 来作为陪伴 广告词呢 我们也设计好了 我 我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不论风雨彩虹 简爱公寓 会始终在那里 为你守候 谢谢 谢谢 沈总 徐总 您看我们公司这个方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什么鬼东西啊 还都是里的红男绿女 徐副总 咱这方案还能不能再俗点 叶烈 你不懂 别乱插嘴啊 怎么不懂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简爱公寓广告的男主角 我有权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啊 可以 所以 你有什么意见 虽然我是魅上的一份子 但是我对魅上这次做的广告方案 相当不满意 哪里不满意 就是不满意 虽然 我没有在座的各位专业 反正我看了这个广告以后 我根本就没有想买这套公寓的欲望 啊 严厉 沈总在这你胡说些什么 你别胡来我告诉你啊 这叫胡说吗 我只是说出我的意见罢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更胡来一样 喂 严厉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狗哥 我不拍了 安杰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各位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简安杰 是我们简震林董事长的千金 现在也是我们简视集团的股东之一 我今天让她来 也是给我们简爱公寓的广告 提一个方案 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了对了 你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简小姐在国外 就专门是学这个影视广告设计的 简小姐 今天我们有幸能向您学习 那您让我们开开眼呗 大家鼓掌 我这次的广告 广告创意 其实我相信安杰一定是有她的用意的 安杰 要么你说说看 为什么你的方案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树和花 因为 因为环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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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 你们笑什么呀 简小姐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本来就应该提倡环保的呀 你们一个个的懂不懂 对 环保是个大概念 我们现在倡导 安杰 说说你具体的想法吧 这次简爱公寓 我设计的广告语是 移动的树影 是我们回家的时钟 可能真是 好 简小姐 我觉得你的广告词很有意境 而且很文艺 没关系 别紧张 你可以继续说 有意境就行了呗 不用说了 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 比较喜欢那种 被树和鲜花围绕的房子 所以我想 当今的年轻人 看惯了钢筋水泥土 也应该会喜欢吧 可是你这种广告策划也太 太什么呀 太 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好了 那就别评价了 就这么着吧 挺好的 那你说了就算啊 这都根本算不了是个广告的 所以才特别吗 叶琳 你 闭嘴 轻衣 让安洁参与到 简爱公寓这里的项目里 是你安排的吗 对啊 我安排的 为什么 我也是想让安洁 早一点熟悉公司的情况 而且 这也是你简叔的意思 不用那么紧张 我不是紧张 我只是觉得 我觉得安洁这种性格的女孩 不太适合那种场合 怎么不适合呢 她是简家的大小姐 没准 以后还要接管简式的 我现在只是早一点 帮你简叔锻炼她 栽培她 而且 你也应该知道 我以前跟她 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彼此之间 也留下了一些心结 但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现在 只希望 可以好好地跟她相处 你也应该了解我 我不是那种独后母 我是真心 希望可以当她 是亲女儿一样 但她一直都不接受我 我只希望 我只希望 我的努力 她会明白 她会明白 秦姨 委屈你了吗 没什么委不委屈的 没什么委不委屈的 我希望安洁 会明白我的苦心 你也不信 佳真 我今天太糟糕了 可以出来陪陪我吗 好好啊 我正想你呢 我知道有一家店不错 待会儿把地址发过去 我们在那儿碰头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你也不是什么正式员工 就算做得不好 也无所谓 毕竟你已经尽力了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西先生 如果你是过来嘲笑我的 那你就进行嘲笑吧 你说对了 简小姐 其实你今天的表现 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笑料 我非常期待你下面的表现 又要走吗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看来简小姐 你很喜欢逃避啊 难道在国外学的广告 我知识都忘了吗 就算你几破脑袋 也想不出新的广告方案来 我劝你后天的 广告创意会议 还是别参加了 省得给老师丢人 也给简佳丢人 嗯 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能接下这个案子 真的是脑子一热 关键是现在我还要受西西城的冷嘲热讽 好了亲爱的 要我说呀 咱们就不管那个什么广告方案了 该吃吃该喝喝 不理那些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既然答应了就要负责到底 关键是我不能让这个信息的看别 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他能当上一热的老板 那还不是因为继承父母的家业 前两天还把泰瑞给弄丢了 照这么下去啊 没多久 整个一热都要变成解释的了 有他喜喜成哭的时候 不说他了 你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 让所有人都幸福的广告方案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咱们打电话问问小婷 你别说了 我不行啊 说不定他还可以 你一天到晚都不在家 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生病的时候你不在身边 我难过的时候你也不在身边 你知道吗 我总是一个人 莫名其妙地走到屋顶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如果我此刻从这里跳下去 你会不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 回来送我最后一程啊 求求你别说了 别说了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太没用了 我家里穷买不起房 所以我只能努力工作 我家里穷买不起房 是我太忽略你 可是你不明白 只有你回来了 这才是家呀 多少有情人 要为了一套房子 支离破碎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 住大房子才有家的感觉 可是事情哪是这样的 家应该是简单的 有爱的 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 他 哪个他呀 哪个他呀 是一个真正的家 你会看到你愿意 如果你不放弃 你不会放弃 只要你不放弃幸福 幸福就不会放弃你 只要你不放弃幸福 幸福就不会放弃你 安洁 你这句话说得太有作家的感觉了 你说我怎么就说不出来这种话呢 你怎么了 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些道理 喜西成他虽然毒舌 但是他无意中提醒了我 我确实把我在国外学的广告知识 忘到九霄云外了 老师曾经说过 做广告最重要的窍门 就是要直击内心 说白了就是要感动人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说你那广告 怎么打动人啊 以业主的情感需求出发 我们扪心自问 业主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像是刚才那对情侣说的一样 爱人回来了 就是家 我正在研究国内外地产广告的案例 金总那边你替我去吧 我没有时间 好 我没有时间 老大 你就看看吧 老大 你就看看他们的策划案吧 这个电影真的很不错 超级大IP 演员阵容超级强大 而且导演可是国师级别的 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这酒也不错 老大 你要是不去 我一定会被习总开除的 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而且我跟你说过了 这段时间出了广告 我什么也不去 可是合约已经签了呀 什么 是习总的意思 他说让我先把合约给签了 说也是为了你好 不是 你到底谁的人 老大 我当然是你的人了 所以你就放心好了 你不就是想参加 简安公寓的策划会议吗 我已经跟剧组请好价 给你留出时间了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个臭 老大 下不为例 我就是我们老大最生命大义了 老大 给你点赞 行行行 老大你看 你看这里 等会儿看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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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掉了泰瑞 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 你就当我心态好 你这哪叫心态好啊 你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泰瑞被简氏收购 根本就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你把一直以来 经状况不良的泰瑞加以包装 并高价买给简氏 让自己成为大股东 你才是这场收购战 真正的赢家 我的境界难道跟你一样低吗 简小姐 吃饭了 简小姐 她居然把方案做得这么好 太不切实际了 喜喜全 你干嘛呀 你是不是想弄手脚删掉我的文案啊 我删掉你的文案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哪知道 出去 吃饭了啊 对了 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 总觉得有一点 假大空 出去 去 真讨厌 假大空 你才假大空呢 失去了点真实感不接地气啊 都是你的不着急啊 吃多了有虫牙 少吃点玉琳 这牙掉得快差不多了啊 姐姐 你怎么来了 一起吃下午茶吧 嗯 在我里待太久了 有点闷 没有胃口 不过红茶倒是可以来一杯 我帮你倒吧 谢谢 不客气 好 玉琳 你能告诉哥哥 将来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吗 那哥哥听你说好不好 将来呢 你想住一个 特别有爱的房子 这个房子它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真实的 是具体的 在这个有爱的房子里面 不仅有男主人和女主人 更蕴藏着她们的喜怒哀乐 蕴藏着生活里的柴米油盐 只有这样的房子 它才会充满了爱 这个房子 是製成巧克力 和蛋糕 烈和好味道 我曾经想到我的房子 没有必须大 但它有一个房子 一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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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一屋 一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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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外面的窗戶 和花花在外面的窗戶 房子 包括我 和人我愛 不需要太大 或太多人 只是簡單 和溫暖 一全家 只有這樣有愛的房子 才住得溫暖 對嗎 先回去了 哥哥 你剛才說什麼呢 玉璃一句都沒聽懂 好 吃你的吧 今天怎麼這麼有空 這麼閒啊 該不會是因為過氣了吧 說吧 找我什麼事 你找我該不會是因為想我了吧 我用激將法 把安傑留下來了 什麼意思啊 檢氏要為檢愛公益拍廣告 我以她是檢家人為由 激將她參與到廣告拍攝當中 安傑答應了嗎 不可能啊 為什麼 還不明白嗎 有可能是因為她爸 你看 以她的性格 平常好像什麼都不在乎的 這次她回國 表面上好像是處理股權的事情 可是我知道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一定是因為想念她爸 我就想不明白了 她明明那麼在乎她父親 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呢 你想啊 以她的性格 還有她家裡的情況那麼複雜 像她這樣的人 能夠經常那麼容易地 把自己心裡面的愛 掛在嘴邊嗎 所以啊 一方面我是利用了她 另一方面我也是幫了她 其實我特別希望她能夠留下來 不說了 廣告這事情 你覺得她搞得定嗎 你要對她有信心 更何況 不是有我幫忙嗎 就是因為有你在 所以我才不放心 喂 朴章 我可把你當朋友 你居然這麼說我 你就這麼不放心我啊 對啊 其實我是擔心我妹 所以你別介意啊 我是安傑她的小姨的妓子 雖然呢 我跟她沒有什麼血緣關係 可是在我心裡面 我真的是把她當作親妹妹去看的 所以我想跟你說 任何人我也不讓她傷害我妹 如果我是你 我也會擔心有人會傷害她 畢竟當初 是我提出分手 對了 之前我就聽我妹說過 說你們倆分手的事情 但是我始終不明白 你們以前不是好好的 為什麼突然間就分手了 難道 就是因為賭氣那麼簡單嗎 賭氣是一方面 但卻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更重要的是 自卑 自卑 你會自卑 說了你也不相信 像我這麼狂妄自大的人 居然會自卑 我從小家境不好 我媽很早因病離開了我們 我妹身體也不好 整天以醫院為家 可偏偏我的老爸 又是個賭徒欠債無數 安傑呢 簡家千金 極萬千寵愛于一身 他當初跟我說要去國外 我就想 國外那麼遠 我得攢多少錢 才能跟他去一趟國外 可後來一想 就算我攢到錢了 我能去國外嗎 我那個得了尿毒症的妹妹怎麼辦 我總不能丟下她不管吧 所以我就賭氣 提出分手 希望她能夠留下來 卻沒想到 她竟然真的走了 也早就是六年 你開車去地庫吧 我送她 好 老王出去辦事了 可是她不是說好了要送我的嗎 糟了 我要遲到了 簡小姐 上車吧 我送你 據我所知 你下午兩點鐘有個會 再不上車你就知道了 怎麼不進去啊 怎麼不進去啊 你不要告訴我 你連進去的勇氣都沒有 姐小姐 那你那廣告方案得拼容成什麼樣子 你動我幹嘛 動我也沒用啊 我又不會臨陣逃脫 喜喜辰 你少瞧不起人 我 在我的廣告文案裡 有這樣一對情侶 男孩子出身平凡 女孩子家境優越 但兩個人不顧家裡的反對 勇敢地走在一起 並且發誓 要永遠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 男孩對女孩說 以後我一定要努力賺錢 賺很多很多錢 買一個大房子送給你 女孩聽了以後 好開心 但是她還是懂事地跟男孩子說 沒有關係 沒有大房子也無所謂 因為只要你在哪裡 家就在哪裡 怎麼了 想什麼呢 我在想什麼時候能給你買一套 大大的房子 這麼早就想要做房奴了 對啊 這是我的夢想 金色的裝飾 然後呢 有很多很多的百合畫 好不好 我只要你 因為你在就好 你在哪裡 家就在哪裡 你在哪裡 家就在哪裡 時光不在 男孩子拼命地賺錢 可是因為工作太忙 她忽略了那個女孩 忽略了她的心 女孩從失落 失望再到離開 最後 男孩子終於買下了這個房子 把這個房子裝修成為 他們曾經夢想中的那個家 可是 每當她回到這個家的時候 卻只能對著空蕩蕩的房子 對著空氣 默默地 給自己心裡的那個戀人說一聲 我回來了 就當這個男孩苦澀難擋的時候 門鈴響了 男孩把門打開 看到她曾經深愛的女孩 又重新出現在她家門口 她好開心啊 她們兩個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所以有些時候 幸福是需要退讓 遷就 是需要堅持和等待的 最後這個故事的結局 男孩跟女孩終於成為了一家人 她們生活在這個 簡單有愛 幸福無比的家裡 最後這個廣告的廣告語 立體呈現出來 你不放棄幸福 幸福就不會放棄你 簡愛公寓 簡單有愛 幸福的家 謝謝 好 好 謝謝 我知道 你哪哼 是 我 親眼的 你 我 我 詞曲 李宗盛 第一次見你 有心跳感應 你微笑表情讓我忘記自己 看著你 怕自己會愛上你 情不刺激 第二次見你 裝著不經意 也許會嘆息 我卻沒有勇氣 無法靠近 看著你 越來越遠的距離 我把你寫緊緊的離 我想我有點想你 你每一個表情 刻印我腦海裡 雖然我不能夠緊緊抱住你 我把你寫緊緊的離 這是愛你的秘密 我希望我可以 有天能告訴你 我想我喜歡你 我還是喜歡你